你會考慮政黨是嗎 明天的事明天再煩惱 金主不見靠自己 柯文哲煩惱的下一步 柯媽媽先想好 我就趕快跑到城隍廟去 拜送的工作你知道 法律三個心肺 我們當然敬神 我也會去拜拜 但是這樣 我們敬神 但是不用求神問補 所以這2000年前 孔子就講過了 敬鬼神而遠之 這是一種最好的人生態度 嘴巴說婷婷就好 媽媽還是得 擺第一柯家母子唱雙簧 張宣慧登記輪鬧劇 我想 先做電機 想看來這樣行 可是我說要先做電機而已 好多個人 哪一百萬去呢 我就跟她講說 我說沒有那個什麼 只要先登記再說 要不要叫柯媽媽出來選 她那個愛選 我叫她選新竹市立委算 那你怎麼看 所以柯媽媽會列不分區名單嗎 哇 你也不要講得那麼笑話 長黃爺的建議到底該不該 往心裡去 柯文哲還在搖擺不定 但五個月前 對當時一心想選的 郭台銘可沒那麼留情 媽祖托夢換來酸言酸語 陳黃爺的醒筊倒是珍貴無比 郭柯二度合體 當時還選在陳黃廟 如今陳黃爺的醒筊 卻明示了兩人可能不在肩餅肩 母雞的焦慮會靠跟郭台銘結盟來解決嗎 本來是這樣 就是現在母雞跑掉了 現在找個母樣 找個母樣 記者 李夢昭 問宣 N3G小組 台北報導